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一般情况之下 我不聊国际上的话题 因为国际上的很多话题没法聊 老观众懂我的都懂 但是遇到一些真正的大事 那还是要说一说 咱们今天就先说一说伊朗 伊朗现在又处在一个变天的边缘 咱们就从哈梅内伊说起 突发哈梅内伊病情恶化 可能危及生命 这个消息 我刚刚去查了一下 官方对此还遮遮掩掩 不太承认哈梅内伊 这个不行了 哈梅内伊现在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 政教合一 不管哈梅内伊现在有没有病危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 伊朗的妇女已经愤怒了 她们在干嘛 她们在剪头发 她们在烧头巾 因为前一段时间 伊朗有一个女孩子 因为没有戴头巾被杀害了 现在的伊朗的妇女都开始去烧头巾 剪头发以示抗议 现在这些妇女她们敢这么去抗议 就说明伊朗肯定出事 肯定有事 说到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些细节 大家仔细去留意 看一看这些伊朗的女性 我们发现没有伊朗的女性 其实长得都很漂亮 即使是你看着她身材比较胖 也能够看到她的五官也是非常的娇好 一句话来总结 伊朗的妇女好像没有长着一张受气的脸 没有长着一张长期受压迫的脸 在这里得稍微说一说伊朗的历史 伊朗在1979年之前 它是属于世界上最富裕的几个国家之一 当时富裕程度应该在世界上排到第五还是第六 为什么呢 那是之前的伊朗的巴列维王朝 巴列维一世 巴列维二世 这两届国王带领着伊朗全面的进行世俗化改革 在伊朗无论经济教育医疗 还是关于女性的权利 都得到一个长足化的发展 都得到了大力的发展 那个时候的在70年代的伊朗 是十分的包容开放的 在海边随处可见穿着比基尼的妇女 他们是穆斯林 他们是信仰伊斯兰教 想不到吧 结果呢 结果在70年代末的时候就爆发了伊斯兰革命 当时领导人是霍梅尼 一句话来形容霍梅尼领导的革命 就是开历史倒车 要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然后回到像阿富汗之类的 像这样的国家去 当时的巴列维国王紧急求助美国 但是美国不理 美国当时的总统是卡特总统 卡特总统见死不救 就眼睁睁的看着伊朗 倒退回去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你要是从这个时间上来算 其实不长 也就是在40年出头左右 所以说现在的伊朗 很多女性 她们在年轻的时候 那都是在一个发达国家的环境之下 成长起来的 在那种环境之下 成长起来的女性既漂亮 又有知识 又有气质 她们的子女也都非常的漂亮 这就能够解释伊朗 她为什么是一个独裁的国家 同时伊朗的女性看着 好像并没有长着一张受气的脸 这是从基因层面 她们的上一代 她们的母亲那一代 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 这是到了第二代 至于说伊朗现在有没有发生革命呢 我在网上查 我居然找不到信息 也难怪我找不到信息 现在伊朗的互联网已经完全封闭了 想要获取伊朗的信息是很困难的 那么在这里我就大胆的预测一下 不知道能不能预测准 伊朗到这一次有可能会迎来变天 之前是霍米尼 现在是哈梅里尼 不停的祸祸 伊朗人不停的作死 老去搞什么国家恐怖主义 搞朝鲜那一套 老百姓他也会反抗 至于伊朗下一步何去何从 咱们持续关注 未来这几天 如果说有伊朗一些重大的新闻 我也会去做相关的话题 大家没有关注的 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今天的节目想讲第二件事 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 真的 我前一段时间我在某某群里边 我在聊 我说这一次俄乌战争 还得要说说俄乌战争 这一次俄乌很有可能导致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当时我在群里聊这个话题 的时候一群人过来讥讽我 嘲笑我 辱骂我说你懂个屁啊 你还第三次世界大战 当时我也没有跟他们吵 我就是一句话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那么现在对于俄乌战争 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乌克兰反攻嘛 在赫尔松这条战线上 乌克兰的军队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 但是在哈尔科夫地区 乌克兰反攻的军队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这是需要承认的 而且刚刚我看了俄罗斯杜马主席 亚莱萨纳杜金 他的一篇文章 这里就提到了有可能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亚莱萨纳杜金前一段时间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他的女儿被暗杀了 本来他应该在车里面的 结果他女儿上了那辆车 结果他女儿就被暗杀了 现在在亚莱萨纳杜金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说现在正处在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初始阶段 就是说在俄国战场上 美国的军队 欧盟的军队一定程度上已经参与进去了 那么现在对于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网上有网传说俄罗斯已经开始动员 什么18岁到多少岁之间的男子不得离境之类的 消息我还在确认 没有看到官方的消息 说俄罗斯正在动员 那么在这里我个人的观点 我不想说谁对谁坏 我也不想说什么谁正义谁邪恶 我很早我的观点就是说 我不希望这场战争它爆发 我的观点是鸽派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观点 不跟他们站队 也是遭受了最近这几年来最严重的网络暴力 你看我都瘦了好多 在这里我不给大家打鸡血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去站在一个上帝视角 去看待问题 我说多少遍了 把你穿越回历史上 你不可能是秦始皇 你也不可能是刘邦 你也不可能是光武帝刘秀 什么曹操孙权刘备 你都不可能是他们 你顶多就是一个战场上的小兵 是一个炮灰 咱们得站在一个炮灰的角度 站在一个小老百姓的角度去看看 这场战争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在欧洲生活的人 凡是在欧洲生活的人 没有一个不感受到最近这一段时间 水费电费物资的短缺 物价的上涨所带来的困扰 全部都感受到了 国内的朋友不要着急说什么 我挺这个 我挺那个 你先别着急 先看看这场战争会给双方的百姓带来什么 我之前说过俄罗斯的税率是13%的固定税率 这是个人所得税 那么如果俄罗斯他要是全国动员 他要是搞这个战时经济 这个税呢 他有可能会上涨 即使翻一倍呢 个人所得税也只是有13%涨到了26%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俄罗斯的人民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承受的起 但是对于政府来说 对于国家来说可以支配的资金呢 就会多一倍左右啊 咱们先从前面角度来看问题 那么再来看看欧洲呢 欧洲之前在没有打仗的时候 他这个综合税率呢 都是在30%以上 虽然说他的起征点是21% 但是你架不住这个税5% 那个税10% 你收入多一点再多交10% 所以说欧洲他在一个安居乐业太平的情况之下 他这个税收就已经达到了30%以上 那么如果现在美国要拉着欧盟一块打俄罗斯的话 这些欧洲各国他们没钱怎么办 没钱要收税 如果说再收税的话 老百姓忍耐还要忍耐多久呢 从一个政治正确角度去看问题 很多人是挺乌克兰 希望乌克兰去反击俄罗斯侵略者没问题 但是在钱这一块你需要花钱的 政府没钱怎么办 变成发的找老百姓征税 我们就能够看到意大利 德国 法国 英国 这些国家的水电费 涨了多少倍 涨了好几倍 生活物资涨了多少 以前一瓶魁花子有六毛钱一瓶 现在一瓶魁花子有两块五一瓶 生活类物资全面涨价 油价也涨了1.5倍 保守估计都涨了1.5倍 那么如果这两大阵营真的是大打出手开战的话 你欧洲的政府又需要在这个30%的基础上还要再去争多少税 老百姓又能够忍耐多久 这是未知数 这是从钱的角度去看问题 再从能源角度去看问题 现在如果说要打第三个世界大战的话 对于能源的依赖将会远远的超过一战二战 对于石油天然气的依赖可能要远远超过一战二战的总和 因为现代战争全部都是一些机械化了 什么坦克飞机航母之类的 哪个不用石油 哪个不用天然气 在这种情况之下 欧洲它又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地区 之前是进口俄罗斯的资源 如果说你真的给人打仗了 人家资源卡给你掐了 只能够舍尽求远 从中东地区 从阿拉伯那边 或者从南美 比方说从委内瑞拉 或者说从有能源的地方去远程输送 去打这场战争 这样的话成本就会更高 从能源角度去看问题 我也不太乐观 总之我不希望这场战争打起来 真的真的不希望 因为这场战争打的越凶 我们这边的生活可能就会面临未知的变数 虽然我在推特上说 打吧欧元贬值带贬值十倍才好 其实这些只是一个苦冬作乐 朋友们千万就记着一个道理 战争是最残酷的 战争是摧毁一切的 战争是能免则免 不要去鼓追它 但是以我个人的能力 并不是说我做几期节目 我说我不支持战争 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那么我就只能够做好心理准备 不该买的不买 不该画的不画 不该吃的不吃 不该玩的不玩 先做好心理准备 等到下一轮欧元贬值的时候 下一轮物价上涨的时候 下一轮税收增加的时候 水电费账单再翻一倍的时候 我能够以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淡然的态度去面对 这是现在世界的局势 那么对于欧美各国的细节 微观上的分析 我就不分析了 我也不想说挺谁吃吃谁 这没意义 咱们都是小老百姓都是韭菜 我们看问题 一定要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去看问题 不要老是站在一个上帝视角 之前在二战的时候 蒋介石的军队跟日本打 跟共产党打 但是蒋介石的家人死了谁了 蒋介石的家族死了谁了 蒋介石的家里边都平安 那些什么家族 私造家族也都平安 也都没事 肉体层面承受这些冲击的 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好吧 多了就不多说了 大家慢慢想 那就先说这么多